HELLO 歡迎來到床金地圖 HELLO 歡迎來到床金地圖 我是合志巴仁 今集最主要會說一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什麼叫朝興產品 什麼叫習慣式消費產品 正正會配合今天這個生意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在早兩年前三年前 大家記不記得一件事叫做鮮奶的產品 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老虎堂、幸福堂 其實香港人真的非常喜歡喝奶茶 大家都想著 茶飲店在香港開 走這個潮流也好 走這個長期做的業務也好 其實都是首選的選擇 的確現在香港夏天的情況越來越長 他們的生意都是節上升的 所以好像932那邊有手作功夫茶的家民 簡單來說 手作功夫茶現在已經開到 已經簽了下來的 基本上已經有五十多間了 可以說在香港的市佔率 都差不多不是第二就是第一的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件事 香港人喜歡喝奶茶 是因為本身的習慣 比如說我們去茶餐廳 基本上有八成、九成的人會叫什麼呢? 三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是凍檸茶 第二件事是凍奶茶 第三件事是熱咖啡 這三件事基本上 如果你的店鋪什麼飲料都沒有 只放這三件事 你都可以做回差不多的生意 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喝奶茶 所以很多台灣的連鎖茶店 來到香港都做得有聲有色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 我剛才說的老虎堂、幸福堂 他們主打是什麼呢? 他們主打是走鮮奶路線 即什麼叫做鮮奶煲吧 那種類型 然後整個瓶口都有很多 黑糖、焦糖等在上高 但是你喝完一次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不錯,挺新鮮的 最重要是打卡 第二次、第三次 在我問的人裡面 基本上沒有人喝超過三次的 黑糖鮮奶珍珠 大家要記住 這個風潮是找到錢的 絕絕對對地找到錢的 他們可能在頭三個月 每天賣到二千至二千六百杯 那你做三個月的時間 已經等於別人做兩年的生意 即整條租金蓋上還有賺 所以很多朝興的東西 他們本身就是本著做幾個月 就已經賺到一個很長時期的錢 所以大家做生意的形式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知道 鮮奶不是香港人早上習慣飲用的東西 所以這絕對是一個風潮的東西 之後就會說到另一個產品 例如古早蛋糕 大家新興的時間 兩三年前差不多時間 來到香港的時候 排隊排到全街都是人龍 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那件鬆糕 但是大家都是一樣 吃完兩三次之後 拿到回家 吃的人 第一時間 如果你第一次買回去 就沒有了 但是去到第二第三次 你會發現 開始剩下一塊 開始剩下兩塊 開始搬頭 這些對我來說 又是叫朝興的產品 今天要說的生意是什麼呢? 就是腸粉 腸粉這個東西 大家整天都會吃到 大家在哪裡吃呢? 就在酒樓那裡 我們以前到現在都會吃的 蝦腸、牛腸、叉燒腸、炸糧 這些都是用腸粉包著 裡面有餡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腸粉? 我覺得這個不會是一個朝興的產品 我覺得這個日後都會成為一個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裡面 有很多都是一些叫做 潮山、潮州人 他們平時吃開這一類型的石磨腸粉 我本身覺得挺好吃的 間不中吃一次 你說會不會好像酒樓那樣 不停每次都要叫叉燒腸呢? 那就未必會 這個石磨腸粉 在香港來說 我會覺得它日後 就會維持走這個習慣的路線 就是長做長有的生意 所以這個生意 也可以給大家參考 參考編號就是SJ8521 在灣仔的石磨腸粉店 那裡人流就不用怎麼說了 灣仔大家都知道 商業區也有 住宅也有 這個區做生意 都比較吃香一點 因為人流也多 其實你最主要是做得你的產品出色 就是質素在這裡 就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現在的放售價就是19萬8 如果大家有看我 《合子晨932創自營商》的頻道 其中上一集也有說到 什麼人是適合做partner的呢? 我真的理念要一致 這個盤為什麼要賣19萬8 最主要買出來的原因就是 冬主每天都吵架 大家的理念也好 大家的做法也好 都不適合 不如真的不要再罵了 我們一起放盤就算了 基本的內容是什麼呢? 它的租約就到了2022年 已經有這個食物製造廠牌照 160呎的地方 賣什麼呢? 特色腸粉 現在是一名東主全職打理 一名全職的店員 15000元左右一個月 另外一個兼職的店務員 51小時 一個月的支出大概2500元左右 它現在的開工時間 就是星期一至日 早上7時半至晚上7時半 裡面有什麼身材工具呢? 有一部搶粉機 有一部直立的凍櫃 有一部工作桌 連凍櫃 另外一個冰櫃 一個電池爐 一個温餐 另外一個點心蒸爐 另外一個兩匹冷氣 大家都知道 其實做腸粉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大家做餐廳 你做餐廳的食物成本要三成至四成 但是做腸粉的食物成本 可以調到兩成左右 一個十分抵造的生意 但是賣價也不便宜 也說20多元一盒 其實也算是無理多高的生意 電費每個月大概5500元 水費300元 雜費500元 三案一上 另外水案八千元 電案一萬元 現在最重要是 在灣仔區開店的租金會不會很貴 現在這個店租只是三萬二千元 那他做多少錢生意呢 三萬二千元 但是你做十二萬元生意 其實也挺和味的 當然你說店鋪在裡面 吵架也好 大家不適合 造成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氣氛問題 如果你的氣氛是不開心的 進來的人都會有抗拒的 但是如果你開開心心做生意 對著每個客人都笑口笑臉 那你儲的客人也是很關鍵的 大家要記住 做生意都是一步一步累積下來的生意 你越做得開心 你的客戶就越開心 越會幫襯你 最主要是客戶回頭 這是一個吵客的生意 而做十二萬元 扣除所有的基本開支之後 還有三萬元的盈利 你當一個老闆在裡面 全職做三萬元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生意 但是你說 會不會教下手 這個可以談的 變成盡快聯絡到九三二那邊 如果不是這個店鋪那麼漂亮 很快就會消失了 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記住 如果有什麼問題 直接打回九二、九三二、九三二那邊 給九三二的同事 那他就會馬上帶你去店鋪看 大家可以按訂閱 還有什麼最新的生意資訊 第一時間會告訴你 好了 跟大家說一聲拜拜 拜拜 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記得按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條 藏金地圖的影片 還不快點行動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們每星期都有不同類型的生意加盟講座 請click下面的like報名 請click下面的like報名 OK 然後再按鈴鐺 然後再按鈴鐺